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保罗说 你当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神看重工人 看重我们在那面前的服饰 暗中的尽力和隐秘出的忠心 都是神所欣赏的 他要奖赏那些真心爱他 忠心侍奉他的仆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人宝贵的财物是殷勤 我们思想 人宝贵的财物是殷勤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 真言第六章六到十一节 以及二四章的三十到三十四节 旧约真言六章六到十一节 二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圣灵的果子 圣灵结的果子 是人海希腊和平 人海安慈又良善 圣灵结的果子 是心事温柔和平 是心事温柔皆知 这样的事与法不禁止 圣灵 Abraham 圣灵右肩皇上 圣灵住 圣灵 species 磡色 圣灵 圣灵 给他 圣灵皆定我自 只愿爱希腊和平 愿爱恩自由良生 圣灵皆定我自 是心事温柔皆知 这样的事与法不简直 有福尿神宗圣灵的人 他们一切美好过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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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尿神宗圣灵的人 有福尿神宗圣灵的人 以及第24章30到34节 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聚练粮食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五支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真言六章六到十一节 二十四章的三十到三十四节 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真言十二章的二十七节 经文说道 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真言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就以这件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真言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真言十二章二十七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人宝贵的财物是殷勤 人受惰性的影响很大 人的本性宁可选择轻松 懒散安逸的环境 而不愿意面对挑战 好比火箭升空之前 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需要极大的动力 才能帮助它升空 但多半的人都不想付出 额外的力量去克服自己的惰性 美国这家公司 梅林凯的企业精神 是一只大黄蜂 大黄蜂的身体虽然庞大 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很笨重 他一旦想飞 说飞就飞 因而 梅林凯公司用纯净的大黄蜂 做成饰品 犒赏那些因为殷勤 业绩优异的员工 懒惰的人连饭时也不打理 你可生吃也懒得去考打猎所得的 生命中有些事 唯有努力才能获得 神要借着你的生命成就许多事 他不要你措施一丝一毫 有些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你太慢回应 或是太漫不经心的过日子 你就会措施他 比如 神把人放在你的周围 要透过你的行为来影响他们 有些比你年轻的人 不懂得什么是基督所悦纳的生活方式 你能成为他们的榜样 也有些跟你年纪相仿的人 其需要鼓励的话 你能成为他们的朋友 无论什么年纪的人都需要经历基督的爱 而你能将爱给他们 你不可能让神使用你生命到极致 同时又过着懒散的生活 主来了是要叫他的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懒惰是掠夺人的陷阱 使你无法过神要你过的最好的生活 邪恶的路引到死亡 政治心思跟意志 使基督借着你活出他自己的生命 顺服他的灵 你会经历到神要你体验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人宝贵的财物是殷勤 这个题目 一个人拥有的宝贵东西很多 但勤奋 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人间许多伟大的工作 都是用很少的天分 和极大的勤奋来完成的 靠天分 更要靠勤奋 勤奋是接受每项工作 如同是从主来的 并且尽力迅速 熟练地去做他 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 约翰福音九章四节 他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拆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收割时沉睡 错失机会的是遗休之子 阴间的人蒙身赐福 要掌权 要富足 而懒惰的人 必受穷福苦 所罗门说 因人懒惰 房顶塌下 因人手懒 房屋低漏 箴言二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 他又说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窝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 拿兵器的人来到 懒惰的人自以为聪明 不肯面对现实 反而找出许多借口 怪环境 怪他人 就是不检讨自己 及时改正错误 迎头赶上 懒惰人的愿望 害死了自己 因为他勤于找借口 而着于做实事 勉强去做一件事 也是虎头蛇尾 想拆他的人 如醋倒牙 如烟熏木 懒惰是诱惑了温床 因为惰性造成的时间浪费 光阴虚度是最大的奢侈 奢侈不单是乱花钱 也是不懂得善用时间 须知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青春一去不复返 事业一纵 永无成 等待要有好机会 才做事的人 永远做不了事 诸般勤劳 都有益处 嘴上空谈 光说不做 乃至穷乏 你看蚂蚁 默默无声 却一直在做事 它们在夏天 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去炼粮食 所罗门说 懒惰人呐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大黄蜂一旦想飞 它说飞就飞 你要知道自己的决心 跟行动之间 差距有多少 蓄力有多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睡眠是需要的 但是不要贪睡 灵力要警醒 要知道 你会受老我 惰性的影响 怠惰源于 溺爱自己 放纵自我 追求舒适 而非神心意中 卓越的我 是体贴自己的肉体 是自私的表现 而节制 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懒惰的人体贴自己 怕冷 怕累 怕困难 贪图安逸 在睡片时 打脸片时 抱着手 躺窝片时 片时片时片时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一生之计在于秦 一秦天下无难事 在征服世界之前 你必须先能够征服 你的床铺 懒惰人的道向 荆棘的篱笆 政治人的路 是平坦的大道 尼西米有信心 带领尤大百姓 专心做工 短短52天 就把耶路撒冷 残破的城墙 修好了 口里满了怨言的 经常是懒惰的基督徒 积极的基督徒 会充分利用机会 心中充满了安慰跟感恩 弟兄姐妹 要谨慎行事 竖起心中的腰来 远离怠惰 虚拂跟浪费 六日 要劳碌做你的一些工作 凡您所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主给你的一定银子 你要竭力为主赚十定 主吩咐你多结果子 你就不能空有之夜 勤奋需要花力气 让人不那么舒服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觉得不大舒服的人 做出来的 不要只满足于空想 而要付诸行动 不要仅止于 做而言 而没有起而行 所有的成果 都是跟着行动来的 要怎么收成 就必须先那么栽种 蜡烛不烧尽自己 是永远不会发光的 一味空想 结果只能羡慕那些 做到的人 更糟糕的是 嫉妒他们 让我们问自己 我因勤奋多产 为何还任由自己闲战 何时才全力以赴 今天不做 何时做 我不做 谁来做 不从这里开始 要从哪里开始呢 许多美德 是懒惰人 从来不会知道的 许多神的大能作为 是懒惰的人 从来无法经历到的 殷勤的人把重担当责任 懒惰的人把责任当重担 懒惰的人推卸责任 让大家受累 而殷勤的人 为大家着想 不要累着别人 结果就努力提升自己 你因着懒惰 不但会剥夺 神要借着你 祝福别人的机会 还会因为你的不尽责 而加重了别人的担子 要认真工作 就要克服惰性 但多半的人 都不想付出 那额外的力量 神给勤奋的人的一大奖赏 就是让你成为勤奋的人 并且享受 因为勤奋 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包括被人信任 被人欣赏 真言22章29节 所罗门说 你看见半世殷勤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勤奋的人完成一件计划之后 在殷勤的筹划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懒惰的人呢 经常在被人催促的情况下 形势急躁 他都没有预备 有两个女乘客 在地铁上谈话 一个爱声叹气 说她生活结局 捉襟见肘 没有力量给自己 添购一件新东西 连家里需要的 也没钱买 第二个说 我找到了一份兼职 省吃俭用存了一些钱 最近买了一张新地毯 铺在客厅里 第一个女子 带着杜毅说 你总是有好运相随 第二个女子 却淡淡地一笑 说也许是吧 不过我发现 越肯吃苦 运气也就越好 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 勤奋是幸运之母 机会不等人 要随时准备好 才能抓住他 旧约创世纪里的约瑟 是殷勤 能办大事的人 而约束亚 也是殷勤 不懈怠的好礼袖 约束亚记 十一章十五节记载 耶和华怎样吩咐 他仆人摩西 摩西 就照样吩咐 约束亚 约束亚也照样行 反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约束亚 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如果芬妮克罗斯比姐妹 嫌懒 就不可能写 那么多的圣诗 造就帮助那么多人 我们的主耶稣 用一年的时间 走遍了加利利的各乡各城 如果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 却因为懒惰 不发挥 不善用 就是得罪神 因着不勤奋 而导致的失败 更是羞辱神 让我们问自己 今天有多少 我该完成的事情 拖着还没完成 不要听老我的 要听神的 神要借着你的生命 成就许多事 他不要你 错失一丝一毫 有些机会 只有一次 如果你太慢回应 或者太漫不经心的过日子 你就会错失他 你不可能让神使用 你的生命到极致 同时又过着懒惰的生活 罗马书12章11节 保罗说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苏大中主持 旷野玛纳节目 不是每周播一次 是每天播出 因为保罗说 要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不要保留 主来的是要教他的 养得生命 必得得更丰盛 你越认识 用自己荣耀 跟美德照你的主 就会越乐意 侍奉他 基督徒每天生活的目的 就是流露 主的生命性情 让一切主所应许 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事实 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 菲利比书四章十九节 保罗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其中包括了 我们需要克服惰性的能力 神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你若感到缺少智慧 缺少克服惰性的能力 不能自律 可以向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求 主就必赐给你 基督是你的生命 他的温柔 节制 本来就是你的 联系于主 被他充满 你就会有婆婆的生命见证 使用你过最好的生活 邪恶的路 引你到死亡 政治的心思跟意志 就是基督借着你活出 他自己的生命 顺服他 你会经历到 神要你体验的生活方式 人宝贵的财物是殷勤 勤读神的话语 让自己的头脑 成为真理的储藏室 你越认识神 越晓得他的大能 就越敢求 与你所挑战的工作 相等的能力 而不是只安于 跟你能力相等的工作 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新手的心 愿我们手中都握有 这宝贵的财富 殷勤 主分派我们去结果子 并且 向我们的果子长存 愿主建立我们守所作的功 我们守所作的功 愿主建立 我们再来听 天运师班所带来的诗歌 《赞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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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我们若是贤懒 朽不可能多结果子 叫父神得荣耀 透过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把殷勤当作财富来看待 主啊 我们是天父 在你里面的新的创造 天父预备了许多善事 要我们去行 保守我们常在你里面 你的话常能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 愿你记得保护是圣灵 引导我们 叫我们按你的标准 照你的榜样行 赦免我们灵里的怠惰 总是照自己喜欢的去想 按自己的成见去说 照自己的习惯去做 看环境 而没有照 你所感动我们力的志向去行 主啊 愿你更多得着我们 使用我们 我们把自己恭敬交托在恩主手中 愿主施恩带领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钟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堂窝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 虽然情过 虽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避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宴席 虽然情过 虽然情过 虽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